想不到表姐的酒量這麼多壞 沒有人幾瓶就醉了 對啦 如果這樣你的報告是要怎麼樣 你不是要請表姐幫她搭三家 先讓她睡一會 報告的事 剛才我吃飯的時候已經親到過學長了 沒問題 明天再看我的表現 我跟我說真的不錯 你對自己真的很有自信 這是什麼聲音 竟然是你的手機在震動 來 報告一下 是我的夢中了 還要 一直沒有跟三年報閉 等待的房間交交給她好了 是什麼人家交給你 你怎麼都賣這麼多電話 沒有啦 是我的媽 她一定是開電話來 要拿這件要買一些 她來的阿修 還會有牛舌去回去 其實我早就買好了 妳想要買很多 準備要補你一些 補你拆回去 我可以輸給你吃 真謝謝妳 我會把我們老公去買 霈霈 妳喝很多了 妳的房間在這裡 這樣 我知道 但是我現在還沒睡 我們去泡溫泉好不好 小姐 妳忘記了 喝酒不能泡溫泉 不然心中是要看錢 對 我都忘記了 有你這種醫生男朋友 真的很好 什麼事情都讓我考慮對了 不然這樣好了 我去妳的房間開工好不好 剛才在聚餐 妳有說到 潛溫泉的男子 我最想要知道 妳說給我聽好不好 走 走 這樣好 妳是不是老人 會說他們好 我都沒在怕 妳是在怕什麼 是嗎 是不是我 最主動了 所以妳覺得我很隨便 或是因為我的身分的關係 所以讓妳有壓力 如果是這樣 我會挑戰我自己就補掉 沒有 那妳是在怕什麼 我做到 很難聽 就在怕什麼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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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三月一早就去宜蘭参加演習會 到這次電話都沒有 電話給她也不吃 到底是會創什麼 問什麼就好了 喂 阿嫂 是你了 你在睡嗎? 要在世界上吵到嗎? 三年了 沒關係 我早就睡了 你找我什麼事? 你怎麼知道辰宇人走去宜蘭 她說演習會繼續卡電話給我 不過之前連一堂電話都沒有 我很煩惱 辰宇 現在已經搞定了 她應該已經在睡了 演習會繼續一樣 我們大家喝一杯酒 你不用煩惱了 不過辰宇很清明 她不會不吃電話 阿嫂 我可以拜託你 帶我去看看好不好 好 沒有我去她的房間看看 你不用擔心 應該沒什麼事了 好 感謝你 阿嫂 如果這樣你看到證遇 一定要叫她卡到給我 拜拜 今天年晚有什麼人來找你 我沒有在 剛才是三年找不到我 為台北找來找我 我司優姐了 你可以睡嗎 稍等我一下 司優姐哪一日來 看到佩佩在我的房間 一定會把我和三年的事 說出來 我要怎麼解釋才好 阿嫂 我生氣不怕 我絕對不會讓他們 給你知道我的車 如果讓我們知道我就趁忙 也影響到你的震動 你幹嘛 辰宇 辰宇 什麼事 好啦 我來穿衣 我來穿衣 來 別客氣 不小心 快點 不好意思 我只有你太多人走了 這樣是要解釋要什麼事 沒有啦 阿嫂三年打電話說 已經找你很久了 你都不接她的電話 是喔 可能頭頭開開幾天 手機關震動 沒聽到 回來 哪裡就關掉了 我待會兒給她 你怎麼會叫 開一個電話給三年 別讓她煩惱 我知道 對了 我想起來了 你的報不是叫我看一位 你馬上要上來報告的東西 沒有, 我們先別客氣說 小姐 我想你也累了 頭頭也認真 報告的事我頭頭請教過學長 問題已經解決了 如果報告, 我稍等你解決就好 報告沒問題就好 不然你也早睡了 要記得開一個電話三年 我知道 晚安 晚安 好 還要我怕一枚 我跟兩次說她的照理來 是啊 報告的, 她沒力了 對了 副理長找你有什麼事 是怎麼做表姐 要你家庭給她 我想她應該是白班的問題 要在我討論 沒關係 我傳這件簡訊給她就好 是嗎 那麼…我先等這件事 你怎麼不讓我來給我 你...你不是要趕報告 從我心裡 你比什麼都一樣 我只愛你 我只愛你